我们为您带来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新闻 中共雇佣军竟然遭遇虐待 他们为何会跑去俄罗斯认爹 这份孝心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金砖峰会结束后 发表的喀山宣言又透露了哪些微妙信息 最后我们将揭示一个惊人的问题 习近平真的如此容易被骗吗 这些事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 他们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五 我是李小宇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 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 我们将为您揭开这些谜团 惊爆中共军人遭虐待 逃去俄刃爹 针对得起你们这份孝心 阿波罗网唐宁报道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国一些省市的学校 透过手拉手线上集体备课活动 要求教师正确引导学生认识乌克兰局势 但口径一致地向学生灌输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 2024年10月24日晚 中国籍俄罗斯雇佣军 在直播间爆俄国人虐待歧视中国军人 一点也不让闲着 当苦利用 看来此言非虚 因为此前在2024年10月16日 一名富俄参军的中国人抱怨称 别人训练都是坐车 而我们只能走路 一走就是十几公里 昨天11天柴火 今天又让我们给他使柴火 我是来打枪的 又不是来匹柴的 据了解 该男子此前在国内是一名外卖员 话说回来 好好的人不做 你们这些人非要跑去俄罗斯认爹 不歧视你们 都对不起你们这份孝心 此消息在X平台引发热议 医生守护留言说 活该自找的 就是挂了 也是个败垒 综郷8964留言说 范健 谁叫你是儿子呢 额爹坑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撒币 布鲁斯里说 哈哈 不是一只骑士吗 感情现在才知道啊 当年中共额爹的几个小兵 将中共哈尔滨卫数区司令 卢东升当街打明明毛是没有 他算啥 我敢说 当时即便苏联小兵打的是毛 CCP也不敢怎么样 他得额孝算的球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这些人其实都很可怜 无力识别中共的洗脑宣传 结果就是 对强占中国领土 大规模杀害中国人的俄国人 任贼为父 在适时的教育下 可能有所悔悟 期盼他们能早日觉醒 脱离苦海 但恐怕一些人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微妙 习普之间发生什么 金砖峰会结束发表喀山宣言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喀山24日报道 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6次峰会结束 习近平返回北京 峰会发表喀山宣言 内容涉及 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全球决策 宣布设置金砖伙伴国 反对单边制裁和限制措施 鼓励使用本币交易 研究建立金砖国家清算系统 能源和粮食安全 中东局势 乌克兰危机等 共134条 果不其然 宣言中关于俄乌战争的描述不多 锦表示 赞扬旨在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 和平解决冲突的相关调解 及斡旋建议 但在峰会开幕时 习近平表示 要尽快缓解乌克兰局势 并提出所谓三原则 即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 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是俄罗斯侵略乌战争的主要后盾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从中共新提出的所谓三原则看 习近平明显不希望朝鲜出兵乌克兰 战场外溢 战事升级 在中东方面 宣言强调 加沙地带迫切需要立即 全面 永久停火 重申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实现两国方案愿景 强调 必须严格维护叙利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强调推动各方全面恢复旅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承诺 实证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中共和俄罗斯是伊朗 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的背后支持者 我们之前报道 本次金砖峰会上 习近平和普京相见时 从过去的拥抱 倒退到只是握手 而印度总理莫迪和伊朗总理拉马夫萨 则得到了普京的热烈拥抱 并且 在媒体画面中同框时 相对于普莫 普拉开怀大笑的画面来看 普希两人显得相对拘谨 完全没有已经见过40多次面对老朋友之间的熟络 当然 双方也没有再提合作无上限 2022年 在普京访中后 中俄发表联合声明称 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但近期中共对中俄关系的表述 已鲜少使用无上限的字样 尤其是在俄罗斯国防部长贝洛索夫 本月中旬访问北京时 习近平未按惯例会见 引发外界对两国关系的猜测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但对中共直接军援俄罗斯致命武器 西方从媒体报道到高官站出来公开指责 本一浪高过一浪 为后续反制行动做出铺垫 但在美国大选白热化的情况下 后续反制行动迄今没有动静 习近平难道真的这么好骗 习近平难道真的蠢到 相信普京说的 中俄能建立起独立于美国的经济体系 10月23日 流亡海外的红二代向阳 在X平台撰文说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本质上是因为西方市场对中国的开放 一旦形成兼蔽轻易 中国经济也就垮了 打回改革开放之前的原形 内循环的市场 中国加俄罗斯是肯定满足不了的 建立一个经济体系的前提 是有信用 一个信用社会 才能建立现代意义的经济体系 而中俄能建立一个信用社会吗 显然不能 没有信用的社会 只会不停地相互坑门拐骗 相互不择手段 比拼道德底线 最后就是捆在一起完蛋 离文明世界越来越远 美国不缺千里马 也不缺伯乐 俄罗斯不缺千里马 但缺伯乐 中国两样都缺 不依靠外部文明和技术输入的中国 代价会跟历史上 秦朝到清朝一样 几千年没有多少变革的又一次轮回 这种社会环境 建立起来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经济体系 普京的想法不错 但是中俄两个流氓 谁会想通过交换来实现共赢 流氓的思维就是 那个东西好 去抢过来吧 理由总是不难找的 想想当年的中苏关系 最后的结果 不是双方越来越亲密 而是反目成仇 流氓间的合作 只能是大陆和朝鲜这样的 一方面绝对强大 养了一只白眼狼 需要的时候放出来咬人 还得时刻提防咬到自己 中俄一山不容二虎 是不可能手拉手 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 网友江户认为 看不出想法不错在哪里 一个独裁者 能力平庸 却又至大才输的人 怎么可能有好的想法 打乌克兰就注定了 网友铲舌人说 习近平真的相信 所以大家叫他猪头 网友KW6也说 很难说 200斤会相信的 网友天马行空表示 一条道走到黑 无药可救的愚蠢 网友Joseph007分析 一个惦记对方的资源 一个惦记对方的人矿 熊猫下跪了 被宰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戴戴Anon Young说 普京 没想到他文化那么低 一句话就骗到了 今天副频道的视频是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系列 震撼人心的重磅新闻 朝鲜兵与俄军开心合影 美国警告 已成合法攻击目标 美国政院共和党情报委员会主席 要求美军行动 美国的警告意味着什么 这场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 接下来 我们将聚焦中国国内的 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习近平加强控制中国学术界 一些学者被解雇或失踪 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们 正面临如此严峻的处境 这对中国的学术发展 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最后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个 令人傻眼的重磅消息 傻眼 重磅人物公然选择金砖不要和平 还笑得灿烂 这位重磅人物究竟是谁 他的选择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深意 这一决定将如何影响国际格局 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 欢迎您点赞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 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